黄石注意到 对方的手在颤抖 他在颤抖什么呢 那个人 把灯挪到他脸庞的时候 我看到的 看不清晰 但是我真的看到了 车上坐了 坐了好多人 穿着白衣服 看不到脸 每个人脸上都蒙着一块白布 我当时 就感到很害怕 不是哪个女孩先叫出声来 一时间 刚刚安静下来的女生们 又哭成一团了 鬼叫什么 木子自乎生气了 难得大声说话 你们再叫 就像那个老头说的 连鬼都叫醒了 女人就是麻烦 到底走不走啊 你们不走 我先走了 木子高瘦的身影 头也不回地离去 几个原本被自己同学 无论如何安慰 都不肯受伤的女学生 被木子这么一吼 竟然不哭了 一点声音也没有 摸摸眼泪 也不喊累了 一路小跑 竟然跟了上去 队伍终于再次往前行 这次大家 谁也不喊累 谁也不喊停 好像有鬼在后面追一样 几个年轻人 发挥他们年纪 阴斗的速度 非常快速地前进着 只不过 没有一个人说话 段林没有吭声 刚才他什么也没看到 不过出于习俗 阻止几个大学生 要搭桑车的行为 乡下说法 拦截桑车 是不吉利的行为 那是死人投胎的车子 要是误了他们的行程 鬼会找你算账的 只是乡下的流行习俗而已 不过 按照大头章的说法 段学长 我看错了吗 不知什么时候 那个被称作大头章的男子 走到自己身旁 听到对方小声问话 段林诧异地回头 怎么可能知道呢 是一个 我不知道啊 不过 黑暗中 虽然看不到男孩的脸 但是对方恐惧 似乎透过黑暗 借着声音也能传递过来 想了想 段林说了一句 不算安慰的安慰 你看到的人是蒙着脸是吧 这样啊 就算你看到的是 这真的不是人 也不要紧的 段林淡淡开口 想起小时候 林家阿婆告诉自己的话 我小时候啊 林女家的阿婆告诉过我 乡下这个地方啊 是阴气很生 如果晚上见到穿着白衣服 脸上蒙着白布的人 千万不要和他们打招呼 那是鬼 不过 看到鬼不要紧 你别惊慌 慢慢走出去 离开他 那鬼 如果是蒙着脸 多半是没恶意的 就算你不走 他也会走的 不过 如果 这要是 见到没有蒙着脸的鬼 这就完了 就能酿鬼的人呢 会死的 段林的话声音虽小 可是很明显 周围的人都听到了 经历过刚才的事情 说不害怕是假的 说不好奇 也是假的 段林的话 让大家更加沉默了 忽然有人说话了 怎么分病一个人 是不是鬼呢 如果他没蒙着脸 如果 他和平常人一样 我们怎么知道 自己见到的 是不是鬼呢 甘涩的 段林说着 那个呀 只要知道 那是死人的人 就知道了吧 一时间 不再有人说话了 木子的声音 忽然冒出来 你们别想鬼的事情 请段的刚才也说了 这种地方 引起很盛 又是晚上 招鬼的是一个 非常简单方法 就像现在这样 打晚上的 都在乡下的路上 边走边想鬼 一会儿 就真的有鬼 会出来了 不愧是木子 雨不吓人死不休啊 段林听到几个女孩 低声叫了一声 不过 刚才是木子 刚才喝止 还有笑 只很小声叫了一下 马上就堵上嘴巴 众人慌张慌脑的 正在想事情 匆忙赶路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 前面 看前面 不知是谁叫了一声 颤抖的声音 本来心里就狂恐的众人 心里瞬间咯噔了一声 顺着那人意思 众人 向前看去 赫然 前方 看不到头的小镜上 并然 隐隐绰绰的 站了一个个的人影 大家全部都停住了 没有人 敢向前一步 忽然 段林 向前跑了过去 婆婆 是 是你吗 什么吗 原来是段学长的婆婆呀 老太太也真是有创意 深更半夜的也不点灯 站在那里 吓死人了 黄石拍着胸膛 说出来的是抱怨 不过 谁都可以听出 她的语气是大大松了一口气 我们这边半夜 习惯是不点灯的 段林陪着笑 抱了抱 挨笑婆婆之后 心里也是大为放松 阿子呀 这些 是你的学生吗 一个个 好高的个子呀 女孩子们 也好漂亮啊 老太太个子小 声音却中气十足 黑暗中 听了 让人觉得有些精神 段林 急忙否认 不 不是学长 是大学学弟 活着上偶然遇到的 哦 那就好了 这些女娃呀 都好漂亮啊 将来 哪一个 嫁给我们阿林吧 婆婆 给你们一份大礼 阿婆 你们别说了 学长害羞了 就是就是 学长 你有女朋友了吗 没有 就找小雪吧 小雪刚失恋 哎 求你的 老太太的话 成功的将众人摆脱刚才的恐慌 陈建东都还是重新说起笑话了 虽然和刚才一样的黑暗 一样的小路 可是气氛 就马上不太一样了 只有一个人 从头到尾 没说一句话 端林注意到 那是一个女孩子 戴着一副大大眼睛 从头到尾 别的女生喊累 时候 她一声没坑 一个人领重重的行李 没让一个人帮忙 看着各自娇小的女生 独自背着巨大背包的样子 端林走过去 我帮你背吧 不要 女生声音很冷淡 声音的拒绝端林的援手 啊 段学长 看上杜学姐了不少啊 马上有人起哄 看着大家这样 端林手足无措 这种事情 应该是女生更不好意思吧 心里觉得欠然 端林低声的对女生道歉 无所谓 不料女生 是一副没听到的样子 淡淡说了一句 便大步向前走去 黄石从前面走了过来 伸出胳膊 统统断铃 一脸神秘的 对断铃耳语 哎 碰钉子了吧 那女孩 一点也不可爱 这从来不要男人帮忙的 每天打招呼也不理 女人嘛 还是傲傲娇才可爱 算了吧 你还是放弃吧 一想到旅途上 与这种人啊 差点不想来了 虽然对方的话是不可置否 不过断铃呢 还是点了点头 不再想刚才的事情了 几名学生同时住到断铃家里 外公过去之后 这里便没有人住了 不过屋子却非常干净 想必是知道断铃要回来 婆婆一早就被打扫好了 看着瘦小的阿婆 断铃心里的感觉是感激难以言喻啊 阿婆却只是笑了笑 连门都没进 对众人摆摆手之后便回去了 什么嘛 最终也没看清你阿婆的长相 她怎么不进来啊 陈建东也渐渐恢复原本的活跃 站在房间里 左看看又瞧瞧 很是好奇 苦闭了 这个就是土炕啊 可真没想到 这个年代居然有人用这个东西啊 断铃一边招呼大家把东西放好 一边忙里偷闲的回答陈建东的问题 她不是我亲阿婆 只是邻居而已 哇 等了你一晚上 还帮你打扫房间 对你这么好的老太太 居然不是你亲阿婆呀 这乡下人果然喘破 阿婆对我很好的 没怎么搭话 端铃低着头去烧水 这里是非常偏僻的乡下 没有天然气 用的是最原始的灶火 灶很干净 柴火干干的 贴心的阿婆早为自己准备好了一切了 居然用柴火 这还真是向下 看到断铃的举动 立马又有人轨叫起来 对对方轻跳的语气完全不在意 断铃只是淡淡笑着 不一会儿的功夫 便泡了一壶茶给众人 真好喝 是什么茶呀 来到这里之后 这些城里人 反倒成了没见过世面的人 见到什么都大惊小怪的样子 刚才对土炕和灶台表示 感慨完之后 这下子又开始研究乡下的茶叶了 端铃笑着 大概是水好喝 茶叶只是普通茶叶 给长途跋涉完 一场干渴的众人添水的时候 短铃听到 那个被黄石说得不可爱的 叫杜曼的女孩 第一声对自己说了一声谢谢 原来还是很有礼貌的女孩啊 短铃心情忽然就好了很多 途中的事情 就像一场茶渠 喝过茶水 简单做了清洁 精神焕然一新 众人呢 把刚才的事情就全部忘记了 困意也就顺势爬了上来 木子只说这么一句话 他说 我要睡西南角房间 端铃有些诧异 西南角确实有一间房不错 那是自己的房间 不过那间房最角落里非常隐蔽 木子没灌完整个屋子 他怎么知道有那间房间呢 众人缺间木子 对段铃这般如此了解 误以为他是段铃的亲戚 没说什么 决定男生一间 女生一间 睡同铺 乡下土炕非常宽阔 睡四个人 人高马大的男生 是不省问题的 何况是女生呢 大家都累了 分好房间之后 室内立刻安安静静的 安静到可以清楚听到门外区区的叫声 段铃却睡不着 睁着眼睛看着屋顶 段铃忽然开口 木子你睡了吗 睡了 你看到了对吧 我是看到了 不过 我只看到一个人而已 木子说完之后 背过身去 明显拒绝在交谈 半生 平稳的呼吸传来 他真的睡着了 段铃 却真的睡不着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两个人看到的东西 会不一样呢 不过 既然木子能看到 那就说明 真的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段铃睁着眼睛 看着脑顶高高的屋顶 辗转反侧期间 段铃听到 外面有雨落的声音 下了一整晚的雨 段铃似乎还听到 有脚步的声音 轻轻地 伴随着雨声 段铃慢慢地 闭上了眼睛 雨天 是亡灵归乡的日子 因为雨声 可以掩盖他们的脚步 外公的话 却忽然浮现在心头 皱着眉 段铃 缓缓地 坠入梦乡之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